西城雪市,沈西城,林康正,Baby 屯李論進,天下大事,香港日事,昔日往事 Dixon余德成昨晚十點多 在西營盆中山紀念公園這個足球場踢球 踢踢,由於他覺得不舒服,所以就在場外休息 怎料他突然暈倒昏迷,隨即被送往瑪麗醫院搶救 Dixon送院後,去到深切治療部急救,情況一到危殆 他的家人和一群圈中好友,好像蔡絲輩、譚永浩等 都留夜趕到醫院探望 畢業於華人書院的Dixon,2013年加入TVB 擔任體育台主持,到去年開始作多方面嘗試 參加劇集《Crosse代後》 漸漸受到大家注意 之後他還跟蔡絲輩去到緬甸拍攝旅遊特輯 同時亦為BigBig Channel臥底做主持 大受歡迎,被封新一代男神 這對螢幕情侶更加一度傳出飛聞 Dixon一向熱愛運動,曾經是香港游泳代表隊成員 今年亦都參加香港馬拉松10公里賽事 滑水踢球,樣樣皆能 由昨晚開始,大批記者在醫院連夜守候 等候Dixon的最新情況 到了今天上午11點 Dixon的媽媽以及家屬 還有Dixon的經理人再次去到醫院探望Dixon 之後好友蔡絲輩,亦到場為Dixon打氣 Dixon,現在情況如何? 師傅,可否問問題? 沒有話好說,謝謝 好的 昨晚有份探望Dixon的譚永浩 也有為她加油 昨晚我突然知道她突然暈倒入醫院 我很突然,那一刻我都知道 她的心真的彈了出來 接著就趕到醫院看看甚麼情況 但是去到的時候 其實因為她在ICU那裡 只有家人可以進去 所以我都可以在外面等消息 我知道的就是她仍在睡著 不知道她的真實情況是怎樣 本來我也想到今天做完事 也想去探望她 但是聽她那邊的家人說 因為現在都不想太多人上去騷擾到 所以可能我都會繼續等她消息 希望她快點沒事 是不是這群朋友都希望送上一個遙遠的祝福給她 對,其實現在每個人都在社交平台或電話 大家都留言或發訊息 為她集氣 除了藝員同事關心Dixon 連粉絲都一樣這麼關心 今天就有影迷一家大小 帶來為她打氣的足球 親身到醫院為Dixon打氣 你這樣加油 加油 是嗎 據知現在Dixon的情況已經穩定下來 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 我們會繼續為大家跟進 Dixon,加油 看更多TVB 沈大哥 這一個星期在演藝界都少少受暈 有點慘 第一個就是盧凱彤 在17年都有十多年 如果有90年後 也有很多年輕男女 我聽她的歌 就墮樓在盼馬地的住所 後來警方就說她是自殺的 然後過了兩天也有TVB 即是現在新一代的男神 曾經是香港的游泳代表隊 也是體育主持的余德成 阿Dixon 看一看一看 我以為你這麼健壯 28歲突然間分圍入院 現在ICU暫時還未蘇醒 連續兩宗事件都令到大家很突然 這兩宗事件有些少不同 是 一個是自己結束生命 一個是不想結束生命的意外 是吧 雖然兩樣都令我們覺得很難 最好年輕 兩個都很年輕 一個是31 一個是28 我先講一講 我們盧小姐 有些朋友告訴她 她的困擾就是創作不了歌曲 創作不了出來 她就覺得自己很難 這樣講是不是 我不知道 是真的還是假 如果是 我覺得她很傻 你還這麼年輕 創作不了出來 就在前一陣子再來 不需要這樣 有些人執著 但是另一方面的分析 就是對自己的要求過高 可以說你把自己看高了 不行 其實沒有所謂 你作不了 你叫人作你唱也可以 是吧 有時你看得太高 一個人看得自己太高 看自己太低 都不是一種正常的心理狀態 你說好像我們 川天康整個覺得 諾貝爾 覺得寫不了自殺 都是不對 但是情有可原 因為她是諾貝爾 你都未去到這個姿勢 就不需要 你還有機會去棒高 為什麼要自己做不到曲 就去自己起來 是不是呢 一來要求自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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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樣都是不好 你年輕 好像我們啊 川天康整個覺得 他自己70多歲 年老體稀 因為日本人有種 櫻花開始燦爛 信息的光芒就夠了 但是我們中國人沒有這種心態 香港人呢 就何必要結束生命呢 到底是不是我不知道 就是我根據朋友告訴我 或者不是這樣 因為有很多揣測 又說在政治上受到迫害 政治機會迫害他 如果迫害他 陳浩天更重要 你其實想一想 現在香港你說沒有自由 都很言論自由 你好像陳浩天先生那樣 講到港獨 都一樣 在香港生活 又沒有人打他 又沒有人拘捕他 又沒有人綁他回去審問 你都不要說 都算是很開通的了 你說我覺得對不對 你這麽大件事 港獨 有沒有人出來打你 有沒有人來拘捕你 沒有啊 那你 你盧凱和什麽政治迫害這麽緊要 沒有呢 又沒有可能的 不過男女有別 有些男人 抗壓能力大 可能有些女人 抗壓能力比較低 我不敢說 說回Dickson 其實你不看這宗新聞 我都不太留意有一個 的身於這個男藝園 是 因為太多了 太多男神出來 什麼王宗堯 又是男神 羅仲謙 之前是王宗澤 有很多 王宗澤 太多了 不出氣 鄭教育 唱棋 我反而記得他 因為他不唱棋 容易記得些 王宗澤也記得 因為我是河南 見過他 他不認識我的 我看到他登台有些印象 其他我真的沒有什麼印象 所以我都是背了 你講到Dickson這件事 其實他自己有些事要負責任 因為我根據他的報紙報道 上一兩個星期他踢球 已經覺得不舒服 他休息不敢踢 但是這次你再踢 那就有危險了 說得陰陽 即是死神看到你 你那次已經要撞板 他放了你 你不知要踢 就繼續再來 他就不給你面子 這些是 譚笑而已 但我覺得一個人 如果你知道自己不舒服 就要珍惜一下自己的身體 就不要硬去踢 但會不會因為你本身是運動的健將 運動的健將呢 你有隱性病 我不知道自己會知道 但是你踢球的氣喘 搞不定 你必定有事 你應該找醫生檢查一下 因為你只有28歲 你不是沈大哥 是70歲 他氣喘就正常 你氣喘不舒服就不正常 你也要踢球的 你會不會這樣 當你發覺自己有些毛病的時候 你第一個時間 應該找醫生檢查一下 少一點這樣的劇力運動 因為踢足球 你一打到生氣的時候 你會不會記得的 你知道嗎 是很劇烈的運動 這次呢 即是Dickson 這個小孩子 自己也要負一些責任 他已經試過一次了 他踢了十幾分鐘 就頂不住了 要休息了 運動健將 怎麼會他的體力這麼差呢 一定有問題 你再繼續踢 踢完之後 撞了A鼠 居然那些隊友不知道他 是兩分鐘 你知道嗎 扣人就是那兩分鐘 那兩分鐘就落命 我看到 你可能以為他躺在那裡休息 不是 我看到那個蘋果的照片 他整個人是這樣僵在樹上 為什麼那些東西這麼不少 你暈就是這樣 他不是嗎 好像冷凍一樣 好像冷凍一樣 他已經過了兩分鐘 說真的 那兩分鐘 是舊次的黃昏 黃金時間 一有時就要整 那兩分鐘 就害到他 現在變成這樣 去到ICU了 要馬來 要設備一流 這麼久的時間都不醒了 真的老實說 大家心裡非常之擔心 接近危險了 對嗎 危險度就增高了 那你說喂 就算他醒到了 他要恢復一段時間 你恢復了 真的還要測試身體 但是呢 審大哥的看法 人的生死 是靜定 是無法避免 有些來得早 有些來得遲 但是呢 結局呢 都是要離開這個世界 去天堂的 是吧 所以我們對生死呢 有時就 不用看得這麼重 不過你說 如果30歲 28歲呢 生命受到威脅 一個已經走了 一個 Dickson 可能救回不定 希望他救回 我們唯有說 身體要小心 尤其運動員呢 真的呢 每一個時間呢 就算沒事 都要檢查一下身體 因為很多隱性的病 好像Dickson 應該是隱性的心臟病 那些專家說 他自己不知道 是 那這些隱性的心臟病呢 就算溫兒檢查 都未必檢查到的 但是有一件事 只要你在運動的時候 你覺得不適 是 你就說 以前我沒有的 突然間這樣呢 就不是說你這樣沒有發燒 你沒有的嘛 你就要留意 最好就是找醫生檢查 第二 在那段時間 小劇這個運動 那就有機會走了 就好像林守卓 他有這些病 他去踢足球 結果就錄下了 林守卓 你只是早一輪而已 這些東西呢 如果你是因為他喜歡踢足球 遇到這些 是很不抵抗的 而且你怎麼 你打足球 不是你的生命 不是你的職業 職業的足球員都會死 是 何況你不是職業的足球員 我都有這些職業 他的足球員 有什麼科技 現在Dickson 就是遇到這些情況 但是我覺得 他真的太疏忽自己的健康 報紙賣 除非報紙賣了 你前個星期都試過 聽了十多分鐘不行了 我要休息了 你應該知道你的身體有問題 是不是 你現在踢球員 踢十多分鐘不行 就是 他的死神已經是 給你一個機會 沒有了 你再來他 他又來的 那你是不是找自己來搞呢 你父母擔心 你的同事擔心 你的影迷擔心 沈大哥不認識你 都為你擔心 因為你二十八歲 又英俊 又健康 事業剛才飛起 又沒有什麼 搞不生不識的匪民 很健康的一個青年 如果你是這樣 那些都是螢幕 他匪民而已 我都想像 蔡師輩那些 蔡師輩那些 那你二十八歲 跟蔡師輩拍拖 沒有人說 就算真的 都正常 那些問題 如果你是搞不養兒 搞得真是很不值 我不認識你 我也覺得可惜 這是生命來的 我看到這隻狗 我都希望牠長壽 你現在二十八歲 你今年六十八歲 我就不說 我希望牠安全度過 就算救回 醫治了 就要小心 不要再搞了 不要說我運動現象 不用怕 那這種呢 就在醫學上叫做撤死 你是沒有徵兆的 但它是有徵兆的 你試過一次你都不怕 所以那些年輕人 有人說 不怕的 沒事 意外而已 那次沒事 就是僥倖 僥倖的心理 你都看過很多報紙 年輕人 突然跑跑步跌倒了 很多 那你的報紙給你 就是教訓你 是嗎 僥固資金 即是說 以前有這些事 你要小心 對不對 你們也不提高警惕 那我不知道 他以前自己 知不知道有這些事 如果你有這些事 你就更抵打了 為什麼這樣不愛惜自己的身體 害到你媽媽那麼擔心 是不是 害到你的朋友那麼緊張你 那些影迷 電視迷都會探罪 說真句 你入到ICU這麼久都不醒 那個情況就不太樂觀 是不是 如果你一醒 這樣就不懂 那些追趴你不醒 不醒你的腦細胞有影響 唉 我希望他能夠大步纏過 但這一個事件 我只是提一下 那些運動員也好 那些藝員也好 太辛苦 好像陳龍烈 記不記得 他也是這樣心臟病 拍得太久 破命拍 開心 拍一下 所以 藝員也好 不找到 凡事 工作 運動時間過長 都要跟著身體 查一查 所以這兩單新聞 一個說 會有情緒餅 一個就是踢球 最近的新聞也不算太好 譬如在中國 不 我覺得奇怪 一個就是不想他有這些事 是意外 一個就是自己去結束自己的生命 就是何其愚蠢 不好 可能這些朋友疏忽 沒有跟他鼓勵 沒有跟他溝通 會不會 那些水病的處理都做鬱症 都不是旁人那麼容易可以 我也試過抑鬱 但我沒有看過抑鬱 叫Panic and Disorder 就是恐懼症 我沒有想到要跳樓死 有些真的會 原來抑鬱有很多種 會很辛苦 我想盧小姐可能那種 沒用了 我結束生命了 如果說邪 就是有人在你耳邊死了 死了快樂 那些是幻聽 但是那些是 講陰陽 我們精神病 就是你 那種病 令到你對人生 失去興趣 覺得全的人生是灰的 而死結束了 就一了八了 那這種是頹廢消極的想法 是另外一種的 我就沒有這種 救運 就是Touchwood 就不是這種 我聽到見到 就說這個是不是差 那些可能真的想到死 是 可能那些人關心 都未必有得 就是方法可以加油 我有個朋友說 那些藝園歌式那些什麼精神 那些什麼音樂家藝術家 好像是精神分裂 知不知 他又想想 死了他就好過了 總之珍惜生命 珍惜生命 那些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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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年輕人的